今天上午的議程是市政總質詢 那今天質詢的議員順序為 林彥柱議員 蔡玉慧議員 林秉立議員 每人質詢時間50分鐘 那首先請林彥柱議員質詢 時間50分鐘 林議員請 謝主席 賴市長 還有李護秘書長以及各級處所長 以及各位媒體 還有大台南市的鄉親 大家早安 市長 我想請教一下 市長您請 我想請教一下你從政 那個當醫生的時候有幾年 當醫生的時候有幾年 大概 嚴格上講講大概不到十年 好不到十年 那你在從醫的時候 你是不是秉持的說 你希望每個病人 來讓你看病的時候 他的病情是會好轉的 然後包括他心情是愉快的 是不是這樣 那當然 好 那當你當了立華委員的時候 你是不是秉持的 要講說為民喉舌 然後監督國家的政策 是否是對的 是站在監督的角色 是不是這樣子 每一個民意代表應該如此 都是這樣子 都是應該如此 好 那市長 同樣今天我身為議員的角色 我是站在這裡監督台南市政府所有的各局處 然後我請市長你看一下 你看你的各局處 我相信你應該知道這件事情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被鬼搞還是被搞鬼 這個在合併前發生在合併前 我們合併之後非常注意這一點 來市長沒有在發生 沒有錯 這是發生在合併前 但是這個人是發生在合併前來做搞鬼的 但是他是一百年之後 你執政的時候他才退休的 是不是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發現 對 不是發現的 我不要來講 廠商在廠商在樓上 他是來向我們勞工局報案 他是先去向銀 問銀行 怎麼奇怪了 你知道嗎 這一些廠商歇業的廠商 二十家三千多萬的所有錢 就是被這個姓中的人 領走了 他是所有是以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來做變更 來變更所有的硬件 那我不懂 當然 站在我們勞工局 市長我今天會講這個問題 是我們要站在善良人之義務 必須要去幫這些廠商 要如何的取得他這一些錢 才可以取得回來 是不是 可是 我發現 我們勞工局 我們台南市政府 沒有這樣做 害這些人 這些廠商 現在有四家嘛 找到 現在調查站 要講說法院總共有二十家 可是現在目前有四家 兩家在找我 這兩家第一家 是向我們勞工局去申訴的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事件 在102年 他是第一家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勞工局 才會把案件 移給 那個政風處 然後才去這樣辦的 所以 市長 當這樣的一個事件 煎熬了三年多 雖然煎熬 我要講 廠商煎熬了三年多 這一條錢要用 又不能用 你叫人家應該怎麼辦 那問題 我們都沒有把這些廠商找來 說好我找你來 那找你來呢 該怎麼做 你該做的原因 就是說 我們要協助他 到底要如何提告 不是 他們現在每個人的律師會 花了二三十萬 他向我們台南市政府 申請國賠 結果被我們駁回 為什麼 他們也認為說 難道我們勞工局 沒錯 好 我整個事件 把它了解的清楚 檢查 檢察官的判決 他是認為 那個銀行必須要付這些錢 你應該有看到我所有的指標 這個 裡面的員工好 向勞工局 去變更印章 變更完了 之後 再向 勞工局 再把資料送到台營 台營呢 就把這一些錢 讓 這一個莫名其妙的 不知人 領走 二十家 所以他認為 勞工要講說 法院對我們的 認定是說 我們 是沒有盡到善良人之義務 好 但是我們要實際審查 可是呢 今天 發現了一個問題 依照我們 那個什麼 那個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的公文 我們只是被查 但是 市長我今天會跟你講這個問題 是那一天台營 的經理 好不好 經理跟 那個副總 有到我 服務處 我也約了廠商去 那結果他跟我講 那結果他跟我講 他沒有錯 他一點錯都沒有 錯是錯在我們的勞工局 那錯在勞工局 好 我也跟他講啊 你說錯在勞工局 你要去跟法院講 講說這個錯是錯在勞工局 那當然啊他也可以去賠給 先賠給這一些廠商是不是 可是他不賠 把整個案件 整個延宕三年多 我們台南市政府 又不做協助 所以 當我看到這樣的話 事情是發生在 我們台南市耶 全國 沒有一個勞退金 被盜領的 就只有台南市 那你看 這樣我們的局處 的用人 難道市長 未來不小心 像有這種人 你說在你的 你的之後啦 也不是啊 在你的時候 他還在啦 那我們只希望說 今天我把這個問題 說出來 是希望市長 該如何的幫助 這一些廠商 能盡快的取得他的錢 他們現在 所花的律師會 未來說實在的 到底台南市政府要支付 還是台營要支付 台營應該 向台南市政府提告吧 假如說今天像這樣子的話 華院的判決是說 好 你台營 你是 那個管理監督人的 那個 這一條錢 你必須要盡到責任 可是呢 台營沒有這樣講啊 台營說 我只是你政府的一個政策 然後他跟我講的一件事情 非常離譜 他說未來這一條錢 是會損失在 那個勞退金裡 所有的勞工都要損失 這合理嗎 我在這裡 也必須要跟市長講 假如說未來 齁 銀行 台營 包括說 市政府 把他這一條錢 的三千多萬 未來架 架在那個什麼 勞工 退休準備金的話 這樣我覺得 你們 都不配當 行政所長 包括台營 我不懂得 台營為什麼跟我講這句話 未來這一條錢 就會由 那個勞工準備金去支付 那廠商呢 他們現在講的 我煎熬了三年多 怎麼台南市政府 會發生這個事情 也不出來協助我們 該我們問他什麼事的時候 他 他們也很無奈 去找民進黨 民進黨不敢講 好 來找國民黨 那國民黨呢 我就是站在 不管他是藍還是綠 就是站在監督 該為他們的狐利去做魔 那個 他們的狐利 然後來為他們爭取 但是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只想了解 針對這樣的一個事件 市長 他們也講 我們的勞工局 是不是 退了國賠 到底有沒有懲處人 才退他們國賠 然後呢 還有 他們多久 可以拿到這一筆錢 假如今天沒有被 勞工局的員工搞鬼 他們這一筆錢 隨時都可以領 可是 就是被搞鬼了 他們完全不能領 那我們希望呢 儘速的有沒有辦法 儘快 我們 市長你或是勞工局 儘快的協助他們 趕快把這一條錢要回來 因為法院的判決 已經 是台銀輸了 台銀一審輸 二審輸 他跟我講他要再審 好 市長 假如經過這樣的一個程序 是不是你應該找台銀 出來談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還是你們不敢找台銀 就怕說 未來我也有事 未來我台南市政府也有事 我想聽聽一下 市長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好那個林議員 你剛剛講的這個細節 我是不是先請一下 我們勞工局 王局長先說明一下 我再跟你報告 勞工局局長說明也是這樣子 好那你要請勞工局局長來 你針對這件事情 未來你要怎麼做 要不要讓他們盡數可以拿到錢 當然這一個部分 相關的錢也會已經進入市長的程序 當然現在目前法案都是判台銀要賠 那我們一直跟台銀互動說 應該台銀你要叫法案讓他賠 那萬一是說 我們在台銀你要跟我們在做市長 萬一我們是市長有時候 我們在跟台銀怎麼樣的一個 牽責的這樣的一個在談 但是台銀還是一直剛才所講的 他還是一直堅持他不履行 這樣的一個任務 但是好勞工局長 我剛剛有講了 針對台銀講說 這一條錢未來 他假如真的要支出的話 他要勞工退休準備金去支付 這樣有道理嗎 這個我認為是不合理的 因為這是一種個案 那你勞工退休準備金 是整個一個全部各公司的 怎樣的一個退休準備期間 這是不應該是用個案去做處理 好那個局長你坐下 市長我一直在講的 台銀說要讓勞工準備退休金 讓所有的勞工去支付這一條錢 你認為這樣合理嗎 現在是這樣 林議員你提了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希望台銀放棄上訴 盡速跟廠商這邊來結束這一個事情 那這部分我們市政府是可以 來請台銀 朝這個方向來做 那我們也可以請本市的立法委員 來做出要求 因為台銀再怎麼樣還是接受這個立法院的監督 好那是不是未來這一筆錢 絕對不能用在勞工退休準備金的裡面 那第二個就是說因為這個退休準備金 可能勞動部他們這有一定的規定 也不容許台銀打算怎麼處理 因為台銀是這麼說的啊 如果法律的規定是允許的 這個我們在這邊說不行也沒有辦法 那如果說法律規定不行 台銀說行這個也沒有用 因為這個我們不是主管機關嘛 那市長還有一點就是說 針對像這樣的一個事件 是不是有20家廠商 我們是不是要通知這20家廠商 如果有20家廠商 而且一家已經判決確定了 其實是可以比照辦理 好那這20家廠商問題現在 沒有完全人知道他的前輩盜鈴欸 那怎麼會知道有20家呢 那當然是我看那個法院的單子 才知道有20家嘛 有的找不到人啊 那這該怎麼辦 這部分就是說如果真的有20家受到影響 那我們如果這個案子 你質詢的這個案子也已經解決了這個模式 我們可以通知他們嗎 好 跟台銀來進一步的用協商的方式來解決這個案子 好 那我也在這裡提醒市長 未來請再請人的話 勢必要非常的小心 不要一件一件上市市肉品市場 現在是那個勞工局 不過這個是公務人員喔 這個是他依考試進來的喔 那依考試進來 你看他提早退休 我們又沒有辦法追他的退休的錢回來 這個我們必須要講 因為這個也不是許天才他 許市長他正用私人喔 沒有錯 他是因為他考試進來 剛好在這個位置 那這樣的人一定會有嘛 因為 沒有關係市長我也沒有什麼時間啦 我是希望說你未來用人絕對要非常的小心 我們一直都是用人為財 好 那市長我想請教一下 針對現在上款的支出 好 來幫我 幫我換一下 針對上款的支出啦 社會救助法標準何在 我是為什麼要講這個議題喔 市長 這我們原先台南市就有一個社會救助金專戶 是不是 現在0206所有的錢42億 是不是在這 那個社會救助金專戶裡頭 好 那既然全部的錢在社會救助金專戶裡頭 你又在3月3號 設置一個慰問金花放作業要點 好 當你設置花放那個慰問金作業要點之後 我又看到你在3月7號 你再設置一個捐款專戶設置管理及監督作業要點 明顯這個捐款專戶設置的管理基金作業要點 就是跟我們的社會救助金是一樣的 裡面的辦法幾乎都一樣 唯一不一樣的就是你裡面的這一些監督人 當我看到你這個監督人裡頭 這是你的社會救助金有10個人 好 那你的那個捐款專戶設置管理及監督作業要點的這個監督人有15人 在這15人裡面我看到的只有他們受災戶三個代表不一樣 還有代簽校長跟成功大學跟一個會計師跟一個理事公會 對好土木技師 但是既然這個你在設置的這個監管專戶 監管專戶的那個設置管理作業要點 你這裡面應該要有結構師建築師或一些專業人士 但是我看不到 有啊怎麼會沒有 有啊 你只有土木技師啊 哇那個就是這四大技師一個代表 你一個你這裡面就是土木技師啊 我看到的是土木技師啊 這四個技師推一個代表嗎 那四個技師推一個代表只是土木技師 那竟然也會土木技師 我會跟你講這個問題是 你已經在這裡面 市長講難聽一點啦 你讓我的感覺 是這42億包括所有的 不只台南市民啊 應該是全國都在看 這42億不是台南市政府的錢 這是上款 那既然上款 市長你不應該把錢 錢 錢力的權跟錢一把抓 我要這樣講 也不能把設置的辦法 都是把它變成是跌床價物的 為什麼會跌床價物 你把這一條捐款裝戶設置的管理 監督作業要點 他跟社會救助金裡頭是都是相跌的 好在這個相跌當中 你怕一位監督你嘛 你要做整個整個處理 你就是可以在你四五就 你們全部說一說就可以算了啊 那我看到你3月11號 你修改了 你在你的慰問金花換作業要點 你有做修改喔 你改了第三條跟第六條 市長 你既然改了第三條是 針對清商為清商花換3萬塊 第六條呢 你是修改了換寬申請 但是我在你這一個換寬申請 裡頭我沒有看到 你對這一些 王者可以換寬申請到多少錢 我也沒有看到你針對人家的汽車 機車 汽車有乾買一個禮拜的 你也沒有分連線 你就是五萬塊 他要報銷的時候去到那裡 要繳了六七十萬 然後呢機車有的連線也是乾買的 也是那個禮拜乾買的 你就是一萬塊 你十年的機車也一萬塊 乾買的也一萬塊 從來我沒有看到你針對這一些去做換寬 你只有針對為清商去做換寬而已 那讓我想到了 市長你把這一條錢 全部換在社會救助金 那你並沒有把錢 你聽我把話講完嗎 那我請教一下 那這裡全部 好啊 四十二億 除了補助出去的 全部的錢是不是在社會救助金裡面 是不是 是不是一個大水庫啊 我來簡單跟你說明一下 你剛剛有幾點誤會 第一點 我沒有誤會喔 沒關係 我就說從你的講的話裡面 你就可以證實 市政府是沒有問題的 一個這個錢呢 當然是在一個專戶裡面 我們要使用這個專戶裡面的錢 一定要有一個辦法 那這個辦法呢作業要點 市長 你聽我講完 好 我現在我的時間了 你聽我講 當然雖然有辦法 沒有錯 要有辦法 要有辦法 你可以在社會救助金裡面 去設辦法 不是在另開出來的 你這讓人家感覺你就是上下起手 那你也變成是跌床駕屋 你應該可以在社會救助金裡面去設這個辦法 也可以 可是我們明顯沒看到 那我再請教你啊 你並沒有在裡面設辦法 你單獨都在把它 再把它拉出來啊 再把它拉出來了之後 我必須要講 你拉出來 那我請教你 你有沒有把錢單獨的拉出來 設一個專戶 就是寄這些錢的 有沒有你回答我這個就好 因為你如果要請教我 要給我時間回答 沒有 但是我問你啊 你我現在只問你一點 你有沒有把這42億的錢 單獨拉一條出來 就是 針對 我們 42億的專戶的這一條錢 42億是在這裡頭的 有沒有 這帳目都很清楚啊 誰很清楚 這帳目你42億捐進來 我們都在網路上公開的啊 你現在在講帳目 我讓你看喔 你帳目花費都在這裡啊 有啊 你帳目都很清楚啊 但是你的錢是一個大水庫啊 你現在是一個在一個大水庫 包括你 市長 包括你這一次 你10號要到日本 去震災的時候 你的兩千多萬 也不是在這個大水庫裡頭嗎 所以你既然 都是在這個大水庫裡頭 可以知道哪一條是上款嗎 你以為你真的誤會了啦 我沒有誤會喔 我剛剛有請教我們主計處 有另外一個 有在另外一個專戶 好主計處你站起來 來 什麼時候設置的 這個 這一個 單獨拉出來的 這一個專戶 什麼時候簽的 什麼時候拉出來的 報告議員 縱使沒有拉出來 我們也單獨設帳 每一個都是 沒有錯嘛 我看你單獨設帳嘛 你這個都有嘛 但是他 你不要 我跟你講講話要讓全世界的人看 沒有錯 沒有錯 來主計處處長 你剛剛跟局長 你剛剛跟市長講的話 是騙他的喔 你說有單獨拉一個專戶 你們到現在根本 就剛簽合 還沒有去銀行設置喔 好 所以有簽合了 但是這個 簽合還沒有設嘛 還沒有去辦嘛 錢就是還沒有拉出來 你幹嘛還要跟騙我 沒有騙你 社會專戶的話 他所有的帳戶都可以進去 只要單獨設帳 來來來 好單獨設帳 那你單獨設帳 就是在這裡嘛 但是你還是在這一個 社會救助金裡面的大水庫 你錢還是在這個大水庫 那我必須要告訴你 這樣會讓民眾混淆耶 來 我剛剛講的啊 絕對不會混淆 市長要去日本震災 兩千多萬 當然有指定捐款專用 但是也是在這個大水庫裡頭 我必須要講清楚 那還有 你既然跟我講得這麼清楚 我問你 支持21的利息呢 你怎麼沒有公佈在這個裡面 為什麼沒有 你告訴我利息你們吞了嗎 利息我們也可以照算 但是不是每天都算 照算 主計處處長 照算有在你的公佈 你有公佈在網路嗎 我用最簡單的 還沒有半年 一般都是半年 亂講都一個月就有錢了 還半年 你不要在這裡呼嚨我 我都去調查過了啦 最多是三個月啦 你到現在 利息跑去哪裡了 我完全沒看到咧 所以你還在那邊再跟我講 我就認為你們設置這個辦法 是在逃避監督 這第一 第二 你們在裡面自己 講白一點啊 設作業要點 還要送議會嗎 不用啊 你們想怎麼樣改 就怎麼怎樣改啊 那既然好 你們都想怎樣改 都可以改的話 我希望 你們要把死亡人 你做一下 市長 我希望你既然 都設置這個 這個辦法在了 你的監管狀戶 設置管理作業 要點 那即使是這樣子的話 當然死亡 金可以拉高吧 還有 這個等一下你再回答我 汽車 機車 重傷 輕傷 所謂的重傷 重傷 50萬 輕傷 輕傷的有的骨折了 輕傷的20萬有的骨折了 骨折沒有開刀 這叫做輕傷 這對人家公平嗎 好 再下一張 來 市長 微貫的受災戶 該何去何從 我這兩天都聽市長 你要拿 賬款去買土地 那我不知道你用上款去買土地 你告訴我 你用你裡面的 捐款專戶設置管理 及監督作業要點的哪一條 這個是我們是先跟那個 住戶溝通嘛 如果他們要的話 我們這一次是採用雙軌制啦 因為你也很清楚嘛 有些人要重建 有些人要離開嘛 沒有錯 所以他離開的時候 他的土地當然是最方便的 就是賣給台南市政府嘛 請台南市政府協助嘛 沒有錯 那這個東西 我們當然要做的時候 一定要去修改這個辦法 那市長我不懂耶 我們要修改辦法才可以支出嘛 因為我翻了好幾百遍 我在你的 那個什麼 既然我們有社會救助金的一個 裝戶在 你這個都可以去修改他的辦法 你又把它拉出來自己去 設置一個監管專戶設置管理 因為沒有辦法放在同一個 監督的作為要點 好 你都可以去修改 你在還沒有修改之前 你就可以像 好 你去跟受贊戶講 我問你 市長 因為我錢還沒有支出嘛 我當然知道你還沒有支出 上款你要用哪一筆 這樣是違法的耶 你都還沒有去 去修改你的這一些辦法 你就要去談到 好市長 是不是昨天你跟他們談到了 那個什麼 現在一坪 一樓的 昨天是跟重建戶啦 好 想要重建戶 那前幾天是跟想要離開的這個住戶 好那你好你講到這個 為什麼你前幾天 跟這個想要離開的這些人 這些受災戶 你為什麼 不讓媒體採訪 不讓其他人進去 只限定 受災戶跟地主 要有土地權的人 我不懂 你為什麼 這上款你既然要跟他們談 你為什麼不敢透明化 我們真的是不懂 所以來 我再問一下 原先是不是37萬7 對 好 你是不是跟他們談到 多了1.5倍給他們 就是 一坪56萬5 37萬7是我們公務局委託公正的 這個股價的結果 好 第二個呢 因為住戶有在反應 因為他們有些是持有一樓 有些持有其他的樓 沒有錯 應該要有一個調整 你一樓的是多了1.7倍 一坪是64萬多 對不對 多了0.7倍 就是1.7倍算這樣 來 那二樓是1.5倍 三樓是1.3倍 四樓就是樹地嘛 37萬7 但是後來他們有再陳情 你就是說二樓以上都是56萬6 對 因為我們考量 對 因為我們考量到他每一個人 好 那我很想了解 市長 你要用什麼錢買啊 你要用什麼錢買 就是先用上款之印啊 用上款之印 對 我很想了解 你今天用上款買 上款買來 是誰的土地 就台南市嘛 登記在台南市 也不是登記在任何一個人 私人名下上啊 台南市 這是上款耶 市長 對 這是上款耶 上款登記在台南市 對 上款的人 對 你把它登記在台南市裡頭 對 台南市也是一個公益的單位啊 市長 你為什麼不用你的第一倍金去買 這用第一倍金根本不符合規定啊 誰 用第一倍 第一倍金不符合規定 用上款就符合規定 上款就是要幫助 這個住戶 好 上款是要幫助 這一些人去重建 對 並沒有說 要來讓你去設置這些辦法來買土地 重建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房子蓋起來 一個是生物 一個是生物的重建 另外還有一個生活的重建 市長 我們只是講 你今天把它買了 用上款去買了 買來作為 今天變台南市 好 我想請教 未來你的土地 該怎麼的去分割 就看看齁 重建的戶要到底多少 然後要離開的住戶有多少 那根據這個大小去分割啊 這很簡單啊 這沒有問題啊 好 那你登對大小 是協議分割嗎 對 我 如果可以協議就協議分割 如果不行的話 就走按照 那協議分割 他們總共有112戶耶 產權人耶 你要分割了多久 然後會不會影響他們 直接 再重建的路很難走 只要一個動作就可以 就是說 經過大概經過兩個月左右 再經過兩個月左右 大概就可以知道 有多少的住戶要離開嗎 多少的住戶要重建嗎 重建的跟離開的一次分割就可以了 市長 我還是認為啦 你剛剛回答我一句話齁 就是說第一倍金不能拿來買土地 我有一個建議啦 你應該最公平的是用第一倍金去買土地 然後買起來 來讓他們可以當公園的一定地 變成去參加都更的空地比 可是 你剛剛說要用上款 好 我剛剛已經講了 你不應該把錢 你要知道啦齁 如果今天我們有上款 對他們是可以 移工比較合理合適的幫助啦 比說住戶要求 市政府多關心他們 價格能夠多提高一點 市長 這個我們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如果用政府的預算就沒有辦法 市長 為什麼用政府的預算 我剛剛已經跟你提醒了啊 你可以用你的義備金去買來啊 未來當公園議定地啊 怎麼不可以 那個就是要根據建價喔 那當然啦你要 所以 參與建價為什麼不可以 當時的37萬7 是專業的評估人去評估出來的 對 當然他們現在跟你市長要求 市長你做得到的 當然去做 我們都沒有意見 但是現在來了 假如說 好 今天你是 把它做協議的分割之後 有人 不想參與重建呢 不想 參與重建 他就走另外一條路啊 我們是雙軌嘛 市長 這是更遠的路啦 那我只能跟你講啊 你為什麼要把 一塊石頭 拿來砸在你的頭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 我為什麼這樣講 921大地震 幫我換下一頁 921大地震 人家有一個 基金會存在 市長 為何不把 42億交給 基金會 讓第三公正人團體 來做 你市府 各局處 都不需要麻煩 可是當我們看到的 是你把 這42億的錢 自己放在我們的市庫 你又要掌這個權力 來控制整個運作 我們看到的 你讓我講完嘛 我們看到的 基金會 你看啊 這921的基金會 他幫他重建了家園 他蓋的現在的房子 有倒嗎 沒有吧 然後呢 這個基金會 專門的人 才可以進來啊 但是現在在你市府 你告訴我 你有專業的人士嗎 要講說你都是你市府的人 你市府的人在那裡 做的社會局 到現在不是我講的啦 光人家一個捐助的錢 市長 光一個這樣的單子 光一個收據 我很想問一下 我今天也問我們議會的同仁啊 他們到底有沒有收到 監管的單子啊 他說都沒有 代表我們社會局 這是我昨天剛要到的 我覺得很少啦 才12萬啦 沒有像你市長捐那麼多 但是市長你可以告訴我 你拿到這一張了沒 那個林議員 你這樣說我們其實 對市府是很不公平 為什麼不公平 因為就拿這個事情來講 這個是高雄市政府是委外 花一筆錢委外 請別人開這個收據 我是跟他要求你不可以委外 要我們市府的同仁自己開 那為什麼不可委外 到現在就沒有辦法做嘛 市長 就是沒辦法做 這個月底就會開完了 市長 好啦你讓我講啦 有許多人根本都沒有收到 還有為什麼會這麼的慢 我也要講 你看喔 我剛剛你回答我這個問題啦 基金會你為什麼不設基金會啦 讓第三公正團體去辦啦 你為什麼要你自己辦啦 市府自己辦啦 林議員 社會局我們要鼓勵他 要肯定他 你先回答我這個問題 好啦 你來啦 你回答我這個問題啦 第二個我們現在也有公正人士 不是沒有 你剛剛都已經知道了嗎 沒有啦我現在在講 你為什麼不成立基金會 你告訴我 你不成立基金會的理由嘛 我一句話一句話跟你講好嗎 因為我時間不夠 我拜託你 你為什麼不成立基金會的理由 你是說因為基金會比較公正 我必須要讓你知道 我們這個委員會也很公正 那我等一下 你這個委員會也很公正 我要講基金會 比你們委員會來設置的辦法更好 你為什麼不遵循人家 921有案例讓你看啊 你不想看啊 你就要秉照你的意思去做啊 那我真的也不懂 我沒有時間再來你講 你等一下再回答我這個問題 來 既然市長 你都說到 你未問金 我現在就讓你看 好 秀出來 市長 未問金 台南市長賴清德關心你 市長 未問金是台南市的錢嗎 是你的錢嗎 你為什麼是包這樣的給受災戶 這是捐款人耶 捐款人捐贈的你應該是 各界的善心人士關心你 不是只有你 台南市 市長賴清德關心你吧 是不是 我們看到這樣子 你讓 你覺得怎麼樣 不用計較這個吧 什麼叫不用計較這個 市長 不一樣啊 第一個啦齁 不一樣 這個不是我意思 這個是可能是發放的單位 他們寫的 那好 他講說 因為我市長 我就代表台南市民嘛 你代表台南市民 沒錯 但是這些善款是你的嗎 這些善款是來自各地 全國的愛心吧 你哪有你這種單位只有寫你啊 住戶當然會知道這個錢來自善心啊 善款啊 錯了 住戶是以為這是台南市政府的錢 以為是台南市政府的錢 他們哪會知道 這個我們都會講清楚啦 市長這不是說只有講清楚 今天來自各界的善款 都是做你的面子 我只是讓你看一下 怎麼做我的面子 不要這樣講 你以為 本來這出去受災物就是變成是 你的主管在做你的面子不是嗎 所以讓我們非常的痛心啊 我只能這樣講啦 好 這個有道痛心的地步嗎 我也沒辦法 你這樣太嚴重了吧 來 這樣太價格了啦 市長這叫做價格啊 是啊 錢的問題這叫價格 你這關錢這壞的人 不都應該的 因為你這不是說錢的大小的問題 你是說我不應該露名 不是你露名 是應該你要秉持的 今天感謝 各界的善心人士來關心你們 這樣才對不是你那親的啊 你看我在議會講多少次 這個都是感謝社會各界的善款 那是你講的 但是實際上做的就是這樣子嘛 好啦我沒有時間啦 好 市長我很想請教你 來請指教 圍貫大樓是怎麼倒塌的 那個法院判決是怎麼倒塌的 法院還沒有判決啦 沒有 那個地檢署判決是怎麼倒塌的 地檢署是起訴理由啦 對啊起訴理由是什麼 就是說 他們在興建的過程當中 在結構上或是施工上 有問題嘛 好 結構設計跟施工上都有問題 都有問題嘛 對 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回觀 喔就這一張好 好 那現在我了解的 市長 回觀所有的受災戶 是不是 全體的 有去向林明輝申請 民事跟刑事上的消費者 那個理賠 這部分請按那個 把這處出來說明一下 是不是有 有 好 那既然有 剛剛市長你也談到嘛 齁 就是說起訴書上 已經記載的 就是林明輝明顯的在他的柱梁 包括他的庫金的整個 壓力都不夠 所以說才導致他粉碎性的 直接倒塌 是不是這樣子 法律師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剛剛已經講了 就結構上跟施工上的問題 好 那你看喔 明顯 維冠大樓跟921 中心大樓 林遠你要不要 我來說明那個 檢察官起訴的那個部分 大概我知道了 我現在來問你啦 好 那維冠大樓 是不是跟921 中心大樓倒塌 都是大概一樣的 你是說原因嗎還是怎麼樣 是 在檢察官的起訴 是不是都一樣的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 來 不同是什麼 不同只有 他們的共同原因就是來自於地震 好 我們也是地震啊 對 好我們也是地震啊 但是呢 我只要跟你講 李明輝真的是草菅人命啊 對李明輝他之所以被起訴就是因為 你很清楚你讓我講 好 李明輝他所有的 哭金 包括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鋼條的拉力 檢察官的起訴書裡面 是他明顯的不夠 是4200 當時我們的法令 那個 哭金的拉力是要4200喔 可是 他只有1200 媽媽 只有2800 少了1200 那所以 才會導致 我們圍貫大樓 混碎性的倒塌 那不是跟中心大樓是一樣嗎 我不知道 我想請問你 現在圍貫受災戶 有沒有走上國賠這一條路 好 林議員我跟你報告 你告訴我有沒有走上國賠這一條路 國賠沒有 所以這樣子是因為國賠的兩大原因 第一個國賠是因為公務員有故意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第二個是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有不當 好 也就是我們 我們的住民他們就是自認為說 到目前為止沒有辦法證明這兩個原因 好 所以他們沒有提出國賠 那是檢察官的起訴喔 好 假如官起訴我們的公務人員 沒有過失嘛 好 那法官呢 不一定喔 所以未來為貫的受災戶 假使去申請了國賠 我都希望你們能從寬去賠償 要講這一棟大樓 跟中心大樓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他們現在啦 還沒有走到國賠的路啦 但是我希望 假如他們走到國賠的路 你們要從寬去賠償 好 來 你如果仔細看一下喔 雖然都是地震 那一次的地震 在中心大樓才四級而已喔 永康這一次是六七級 來啦 市長 現在幾級都不管 偷工減料 檢察官也講 林明輝真的是偷工減料 鋼筋的拉力必須要4200 他做2800 包括混凝土的壓力 都不夠 所以市長 你不要再講那個 你們現在剛剛法治處也跟我講 是因為 沒有判公務員 有罪嘛 所以說 未來的國賠路線 不一定可以走嘛 但是法官就不一定了喔 所以 未來 我要跟你市長建議 如何保障市民 住的安全 這就是我講的 既然 好啊 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那個法治市處長 你坐下 市長 如何保障 市民住的安全 是不是應該我們要成立 勘驗查核小組 實際上的 建商 假如今天 不管他是在透天柱 是大樓 我們必須要成立 勘驗機查小組 或許你會告訴我 這是法令 不可以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人家桃園 陶文為什麼在102年 他們就可以去試辦 市長有沒有想他們自己定定的 那個作業要點跟規定 跟規則 可是呢 我們為什麼 不像他們這樣做 他起先就用30萬 到最後用400萬去做 我都希望公務局啊 你們真的要用心一點 吳局長 現在已經當了副市長 好 那應該 你可以 看人家討厭怎麼做的啊 難道在我們台南不能這樣做嗎 這是 我 你等一下再回答我這個問題 還有 戒牌的問題 現在建商 可以戒牌嗎 我嚴格的在這裡 再告訴市長 假如說未來再用戒牌的話 就是台南市政府 幫這些 起兆人 草間人命 然後呢 還有就是針對我們的老無奈政 評估補強 市長 市長 你知道我們台南市在921之前 有多少的 舊房子在 總共有16萬7261件 大樓的有1761棟 所以 我希望 市長 針對這一些 該如何的做 評估 耐震評估補強 這要由我們台南市政府去幫他們 哪 還有的是說現存的 私有公共建築 你想 警察局 警察局 市長 市長 你告訴我 你那一棟民國幾年蓋的 你的警察局民國幾年蓋的 警察局我們是分成三個階段 大概從八十 921之前對不對啦 921之前 大概從八十二年 921之前你就坐下 我只是要問你這個而已 是921之前好 市長 既然連警察局都是921之前 我相信交往局 也應該是不是在921之前 交往局局長是不是921之前 是的 好 在一些市長 我跟你講的這些是公共設施 包括 我們的百貨公司電影院 都有做一些公安申報 是不是 那未來是不是在這一陣 強制辦理耐政評估 送進台南市政府 讓我們才知道結構是不是安全的 我希望住在台南市 的人就像市長你說的 是可以過幸福的日子 那我們看到的 市長這裡你等一下回答我啦 我想請問一下 地震局 局長 市長你先坐下 地震局長 未來的建商是不是可以在他的主結構 有無啊 那為什麼要裝保利龍為什麼要裝沙烈油桶 所以說我希望在你地震局 未來 在所有的業者 不管是大樓不管是拓電處他要賣房子的話 要登記 記載清楚 他用什麼工法 他的材料是什麼要記載清楚可不可以這樣子 報告議員 你是不是在講我們的土地登記的建築改良屋的部分 我們建築改良屋第一次登記 是依照使用執照的記載的內容來登記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業者 你未來能不能修訂 業者要賣房子的時候 要賣房子的時候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再記載他是怎麼施工的方法 然後他的材料的來源 可不可以 我們 在建築物登記 我們叫做第一次登記會登記 這些 這些的建築的內容 包括他的結構 那我就說他的來源 他的結構他的施工方法 可不可以登記在實際的登記在你那裡 我們是依照使用執照 依照使用執照的內容下去做登記的 依照所以說這個也是公務局的事 對我們是依照 那你坐下公務局能不能 我們在使用執照裡面他是有分 鋼金粉泥土類或者鑽造類 是有分這一種 但是他的材料在圖上才有 沒辦法 好啦那是我的意思就是說未來可不可以啦 再設置這樣的辦法 讓消費者知道我今天買到的房子到底有沒有沙拉油桶有沒有保麗龍 這個沙拉油桶保麗龍通常是為了這一個裝飾 對啦 全世界我剛才說了嘛 只有台灣蓋房子 才會用沙拉油桶跟保麗龍 修飾住可以有可有可無啦 那我現在問你的到底能不能我沒有時間了啦 你在 適合再回答我啦 你公務局長你坐下 消防局局長 這怎麼一回事 人咧 人咧 我想了解 這件事情未來你怎麼做處理 然後 你怎麼做處理 我們現在要依照契約跟他解除契約 然後找第三 這個公證公司 來做 鑑定 重新再結算 之後再重新發包 你 你講的 是他 已經是 走人了 才這樣做嘛 好 那當時 他在承包的時候這家公司你有沒有去查過 他們就是 依照這個 我們依照開標 是最低標進來標 那既然他可以蓋上一半走人 他的結構上安全嗎 你有沒有請 公務局 去請 請公務局協助你 結構技師 土木技師來看 他的結構 到底安全的嗎 這個我們會做啊 我們就是 重新結算的時候 第三公證 人數的時候 我們會來做 在第三公證 局長 我想啦 同樣是警察局跟消防局 人家隔壁 警察局蓋的好好的 你會去幫忙 我最怕你這 整個 到底他的鋼筋拉力夠不夠 然後他整個施工的方法到底對不對 我希望你要去查清楚 你要請 我們的 局處去協助你 不是把他放在那裡 那儘快解決這個問題 好 市長 我希望該給你總結的時間 我有很多的疑點 我 還是要重申 為什麼不成立基金會 把這一些問題 給基金會 去做處理 那 是否可以考慮 未來乾脆給基金會 去做處理 然後 你只是做 裡面的 一個比如講 副董事長啊 好 去協助他們 有沒有 可能 來 市長請回答 那個基金會的問題 我們會在討論啦 但是我要必須強調 就是說 第一個 我是市長 我有責任去協助他們 那我剛剛也講了 你可以在基金會的成員啊 也不是說基金會 就比目前的機制要來得好 我相信會更好 千萬不要 那是你的問題嘛 沒有啦 昨天 那個 那個 圍貫大樓的住戶 還送扁給台南市政府 感謝台南市政府 對他們的關心 所以這個不是 你單方面 所介紹的訊息 我不是單方面喔 市長 這是外界對你的質疑喔 這是全國對你的質疑喔 為什麼你不成立基金會喔 那個林議員 我把你剛剛關心的那個 現有房子的安全問題 跟你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房子分未來 跟現在的房子處理 那未來的話呢 這個內政部呢 已經有在朝向 第三方公正單位 監照 這個方向來處理 所以這個對未來後續房子 興建的安全 那是內政部 但是我想 內政部還沒時候 是不是我們這裡 可以先成立 你聽我講完嘛 因為這涉到法律的問題啦 那 這是未來嘛 好 那現在的話 如果是公部門 包括警察局 消防局 這些其實我們都有在 平常都有在鑑定 市長 到底有沒有合乎安全的標準 其實目前問題 比較大的是學校啦 對 學校是微樓 我知道嘛 再給30秒 就是說一般的住戶啦 這個 921地震之後 一般的住戶 這個我們已經有用預算 在委託四大單位 在做這個鑑定 至於說桃園那個 你看看嘛 他一年才400萬500萬600萬 這表示什麼 他不是在做你所想像的那個東西 他只是在做二樓 跟頂樓那個底板的這個查驗 目前 現行 這個 建築物在建築的時候 本身各樓層都有在檢驗 就已經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桃園那個並不是 請市長休息時間可以再跟林議員解釋 那我們謝謝林彥柱議員的質詢 那現在休息到10點30分 再繼續市政總質詢 謝謝大家 請按下 4 ネ 10 7